七十八 香港商部A股回韻稀債續上演 2015年7月10日香港產經A零四拆局解碼A股經過年日搶救後中力保三千五百大關不失 為港股注入強心針,後市可望稍為篡定 為今次跌市道火線稀債仍處於交口故 德國對於達成新救助方案的態度成關鍵 市場寄望希臘和歐盟在本週日達成最後的協議 全球外匯、商品、債市及股指期貨市場表現仍然相對平靜 全球焦點繼續關注欺債進展 希臘最初打算於日前提交的改革方案目前仍未見進展 希臘股市則繼續優勢直到下週一 銀行優業時間亦延長 這個經濟規模不足歐元區百分之二的小國家 政府總負債高達三千一百三十億歐元 今次全國公投形式拒絕債權人緊縮方案取得暫時勝勝利 為德國為首的歐盟國家對達成新救助方案的態度未見姑息 希臘絕大部分債務由歐洲穩定機制、歐洲央行等機構持有 德國央行總裁其歐洲央行管委委偉德曼表示 希臘應繼續實施資本管制措施 直至達成新的救助方案協議 並稱不應再為希臘銀行業提供更多流動性援助 兩行沒有保護銀行業者和政府償制能力的責任 若需要進一步短期援助 應由財政政策制定者提供實際資金支持 環球資本市場未建議動 市場對希臘達成協議保持樂觀 環球資本市場未建議動 歐元對美元升至1.1050上方 股市回穩 布蘭特原油跌破60美元後持續於53低位徘徊 美匯回落至96.3 十年期美債息持續回落至2.26% 美債價格走勢向上 黃金穩步回升 白銀暴漲2.5% 香港商報記者5民